三个礼拜的话呢,我们主要是讲到有关 今天的话是第 第八次上课 三个礼拜的话呢 我们主要是讲完第二类的,第二类从204 然后一直到 第二类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些逻辑判断 所以我们把这个第二类的题目讲完了,然后再来的话就是第三类 所以如果这个第二类的假设你要 主要当然就是希望你们可以熟悉像一些这个逻辑的逻辑判断 那当然如果遇到什么样的题目 你可以很快的可以把那个对应的这个答案给做出来 包含就是说像第二类的第一倍数判断 所以回去的话,不妨可以找个机会 对啦,就是说你可以不要看答案 然后直接看题目 那题目里面的话,我前面有分享就是说 你当然呢,如果再不确定 就是题目到问什么的情况下 可以先看那个 这个输入输出,第三 那其实看完输入输出,大家就知道要做什么 其实这样一看就知道,他就是输入55 他要能够判断是3或5的倍数啦 OK,所以基本上 if的逻辑,当然第一个就判断是43 而且end是5 OK,那43跟45的倍数的话呢 那当然我们是可以 倍整除啦 那倍整除的话呢 这个地方会判断到一个运算值 就是那个percent,百分比有没有 然后百分比这个符号 然后比如说percent5,percent3 中间加一个end 如果他等于等于0的话 也就是说他能够被整除 那表示说他是3,而且是5的倍数 OK,所以他底下有叙述嘛 然后再来就是 如果单单只能被3整除 不能被5整除的话,那就3的倍数 反之就是5的倍数 那如果3跟5都不能够被整除的话 就else 一复,L一复,L一复 然后else 那就是,都不是 所以底下的话 当然他有个固定的输出方式 你可能要英文的 is not,这个multiple 这个后面去处 恐怕的话跟他打一样 所以考试的时候,你反正就照他打 特别注意,连空白也都一模一样 比如说输出的时候呢 多一个空白,少一个空白 将来在评分的时候都会发生错误 OK,所以只要你这些细节都有顾虑到的话 理论上你去考这个4应该是 应该会驾心就熟 然后你会觉得应该没有很困难 不过前提就是你可能还是要自己先练手 你说将来你可以自己模拟考,多考个几次 其他的话还有一项什么 第204 这个是算数运算 这个当然前面有讲过 加减乘除 所以你也可以看一下 输出范例 反正就是30丢到a 20丢到b 然后呢,当然成可以改成加减乘除 然后除除跟这个percent 这些符号可以把它改过 所以基本上我们一样做逻辑判断 所以输入a 然后记得,a跟b两个都是数字 所以要不就是你用int 要不你就是用evo OK,因为这边其实是整数 所以其实用int就够了 然后逻辑判断的话就是if if呢,这个输入的 第三个不能转型 输入这个公司 假设c好了 c如果等于a的话 等于加的话 那我们用加号 把a加b的结果print出来 那反字就是减乘除 一类推 其实这大概应该有印象吧 所以回去的话 我时间就打这些通练习 基本上 无论是你学哪一个语言 反正一定会遇到逻辑判断 无论是你是用Python 或者你用Java 或者你用VBA 那只是说呢 写法稍微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像VBA的话呢就是if 然后逻辑判断一样嘛 比如说是我们后面加冒号的部分 VBA是用rent 前面 我好像有在那个我们云南百百百里面 有一些翻译 你可以比对一下 OK 然后其他的话就是等级 比如说改成abcf 这个是成绩的输入 那这个一样嘛 输入一个 所以输入到一个a 那输出的话呢 可能会很多个abcf 所以一样嘛 逻辑的部分呢 就是会有一幅 如果它成绩是多少 那你给个range 那再来就实际位 换算 0到9就不要管它 然后可能是0到9以上的 包含是0到9 然后再来输入10 10变成a 一直在推 15变成f 那也就是10到f需要判断 其他不用判断 这个大概上个礼拜讲 还有三角形判断等等的 这是第二类部分 所以回去有时间的话 可以把这个第二类的部分完成 那表示如果你再熟练的话 那又更上一层 再来的话就是回圈的叙述 那回圈的话呢 基本上就考那个for回圈 有没有 for I in range 或坏回圈 不过它的题目里面没有限定说 你只能用for回圈还是坏回圈 反正两个都可以用 只是说呢 用哪一个比较恰当 可能你还是要自己斟酌一下 OK 那比如说上个礼拜的这个题目 下个礼拜就第三类 第三类题目的话呢 我们就是 回圈 偶数连加 OK 那当然 其实这边的话 回圈偶数连加 它的题目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这个 如果输入 14 14 跟14 跟144 那也就是说 可能把14丢到A好了 A等于14 好吧 不过后面是一个input 那B等于1144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它意思是说 把14到1144 这个范围的偶数 帮我全部加起来 帮我全部加起来 这意思啦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意思吧 所以哦 那如果要写的话 基本上 因为它是有个范围的 所以如果有个范围 当然我比较建议你用那个 4回圈啦 那你说用换回圈 可不可以写得出来 可以 只是哦 程式一定比较 没有那么简洁啦 OK 所以然后就是A等于input 然后呢把那个输入14 记得一样转型R&T forEvo B也是一样 然后再来怎么样呢 用个for回圈就可以了 for回圈最简单的方法是for i in range 那这个range的话呢 从A开始 所以你就刮辅 range后面刮辅 A 逗点到哪里结束呢 到1144 这个叫1144 还是要加线 如果你1144的话 1144就停下来了 它第二个参数是stop stop就是1144不会加进去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如果要在1144的下一个stop 那你就把那个B 加1就可以了 然后呢 偶数的话呢 你就是 逗点再加2就可以了 应该有意义这样吧 其实这题目应该不困难 我觉得 一三类回圈好像也 如果你前面的题目都有练习过的话 应该也不是太困难的 我觉得很直觉的 程式写出来 大概也没几行嘛 一个A 一个B 一个负回圈 负回圈把它累加 累加之后再print 点多它五行程式 有没有 五行程式 五行程式 你说可以打多久 我看 慢慢打 一分钟应该打得完吧 OK 但是前提是要 我是原来就熟练 OK 我已经强调了 就是说学程式 不是说你知道 有的人 当问同学学过都知道 当问题是最后关键的时刻 你就打不出来 或者是说哪个地方卡来卡去的 那当然不能算是真的会 OK 那再来的话 就是今天我们要接着来看 第304题 那这一题的话 其实逻辑也蛮简单 它这个题目叫 用回圈 倍数 总和 那这个倍数的话 什么叫倍数啊 其实这个倍数 它这边其实有个说明 说明的话 就是所有五的倍数 也不是说 当然这题目里面 就是五的倍数 它不会改 除非将来它改成什么 三的倍数 七的倍数 那你可能才需要把这个题目 程式做变更 不过理论上这题目不会变 所以哦 那比如说 我们来看一下 假如说输入的是21的话 那输出为什么是50 因为它的原理原则是这样 那从那个什么 从 从1开始好了 就是1到21的范围之内 有几个是5的倍数 所以大家理论上 能够被5整除的 所以一直往下走 然后 基本上的话就50 15 20 所以把50 15 20加起来的话 刚好就是50 所以哦 它要的逻辑是这样 所以程式它该如何写 那你就思考一样嘛 一个输入 一个输出 那也许你将来 甚至可以套公式嘛 有没有 输入就用A来接嘛 A等于什么 input 大家输入嘛 输入记得要转型 因为这整数叫rmt 21嘛 OK 然后呢输入完之后呢 转成21之后 然后再来做什么 跑回圈嘛 回圈的范围就是for i in range Range的话呢 那大概就从1开始 那你从0开始可不可以 你也可以啦 不过没1啦 因为雷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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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没 所以1开始 1斗点 然后 后面的话呢 就是什么 给A啦 不过A一定要雷加 所以A加1 然后后面step就不用了 因为不是偶数也不是基础 所以 就是1斗点 20 再A加1 然后呢 把它雷加 所以程式的话基本上 我们看来看一下 基本上就像这样 我这个已经写好了 知青 然后输入21 Enter 给我50 如果你是这样的结果 表示OK 那我们程式的撰写部分的话 你可以看到 第一个啦 一样呢 我是增加一个变数 叫A A等于Input OK 外面包一个Int 然后再来的话 我需要雷加 雷加的话呢 我这边增加一个变数叫ns ns的话就是要雷加用的 ns等于什么 I等于雷 等于雷 预设值 然后 For i Inrange 从1到A 加1 A加1停下来 所以会加到21 然后呢 if 如果里面的话 假设说这个I的值 能够被5整除的话 能够被 这写蛮多的 能够被5整除的话 就是I% 然后5 等于等于雷 这个可能 要熟悉了 这个还蛮常出现的 所以你会发现 这题目里面蛮多用那个percent 有没有 求余数的 这个用的蛮多的 然后呢 如果是的话 那我就把I等于加起来 那I等于加的话呢 你可以写成 ns加等于I 或者写 如果你不习惯写这样的话 另外一个写法记得吧 ns等于ns自于本身 加上I也可以 当然缩写的话 就是写的什么 ns加等于I OK 只是说看各位习惯 如果 如果你写习惯 你会发现 你可能慢慢会 使用这种 缩写的写法 为什么 因为程式比较短 至少少打很多个字 但是特别之后 这种写法的话 我前面讲过 在Java、Python都可以这样用 但是在VBA里面 你不能写这样 OK 你只能写刚刚那个方法 ns等于什么 ns自己本身 再加上 这个I的值 那当然预设值 ns等于0 所以它每跑到5的时候 就把5加上0 存到前面去 5 然后再来5加上10 就15存到前面去 那一直在推 最后的话 ns 里面的值 就是5加10加20 15加20 加完之后就是50 50之后的话 最后把它拼了出来 得到就是我们最后的结果 OK 那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当然这个写法应该 还有别的 如果 假设你觉得它有没有更简单的 不过 如果这地方好像用 用坏回圈好像占不到便宜 所以 也许你大概就用坏回圈来做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那个304题 就是 回圈倍数总和 这一题请各位列习看看 画面先换回 0 1 2 2 3 9 9 9 1 7 10